好 今天呢 我們要看三個不可思議的Google地圖 是這裡嗎?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找到了 這個灰色的東西是 隱形飛機 真的假的 這 太扯了吧 欸 周先生 周先生 你還好嗎? 周先生 好痛 怎麼了? 我吃不了AA的 記得訂閱喔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秀弟肯雞腿 我是雞睿姐姐 雞弟 雞肉 他們呢 剛剛散不完 然後有點累 所以呢 目前是有點累的狀態 這樣子 所以弟弟不想面對鏡頭 然後西偶在阿呆這樣 今天呢 開場 大家有看到就是沒有雞腿 因為呢 雞腿他偷懶 其實不是啦 其實呢 是因為雞腿他不是有養一隻貓咪 叫西米屋嗎 然後今天他好像有點生病 所以雞腿帶他去看一身 那今天呢 就是由我跟西偶弟弟拍影片給大家看啦 好 大家有用過Google地圖嗎? 有 因為大家已經看了很多集吧 今天呢 是我們Google系列的第16集 大家非常喜歡這個系列 我們希望這個系列呢 可以拍到第100集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記得幫這一集先按讚喔 然後分享出去 也要記得留言 好 今天呢 我們要看三個不可思議的Google地圖 那今天有一個呢 是在台灣喔 而且呢 是在我們每天可能都會去的捷運站喔 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Go 第一個呢 是 美國竟然有隱形飛機 而且被拍到在Google地圖上面 那這個資料來源呢 是來自於Earth 今天的影片呢 都是來自於這個網站喔 好 其實我覺得隱形飛機應該是真的會有 因為我之前看那種科幻電影好像真的會有那種隱形人啊 那我覺得美國的科技好像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也許真的會有隱形飛機在那邊喔 現在來看第一個影片 美國的隱形飛機 3 2 1 美國真的超大的欸 我沒有去過美國 我真的有去過加拿大 而且感覺美國的東西什麼都是很大的size 欸 看起來像這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飛機場喔 而且很多飛機 可是這邊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隱形 這個灰色的東西是隱形飛機 真的假的啊 這太扯了吧 怎麼看起來 可是它看起來灰灰霧霧的耶 所以它是 裡面還有嗎 所以這個灰色的是隱形飛機 欸 這Google地圖可以拍出來喔 是隱形飛機應該不是透明的嗎 為什麼它拍得出來 欸 跟旁邊的飛機比起來真的是 感覺不一樣欸 旁邊應該是一般的飛機 戰鬥機嗎還是什麼的 隱形飛機有可能嗎 好 我們直接來看看Google地圖 好 我們打開地圖 聽說呢 是在捷克遜維爾國際機場 我們看像不像 有人去過這個機場嗎 可以下方留言喔 欸 不知道是這邊還是這邊欸 它就是剛剛不是有那個方方的跑道嗎 欸 感覺是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不會吧 那樣小光人 欸 不能下去欸 但是 我覺得是這個地方欸 大家覺得像嗎 就是它有停一個那種飛機的地方 隱形飛機 沒有 這邊是停車場 好 我看一下 在另外一邊呢 我感覺是這裡欸 可是 這裡放大嗎 隱形飛機 沒有 在哪裡啊 而且我覺得那個Google拍到真的是 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它不是等於是洩膩的嗎 好像不能下去欸 可是 就是在這個機場欸 它在機場裡面 欸 蠻漂亮的啊 不知道怎麼回去 這裡嗎 它這個機場感覺 算是中型的 這邊超多的看一下 下不去 下不去 等一下 再一次 欸 它不讓我下去欸 是不是有什麼秘密 為什麼不讓我下去 都是機場裡面 隱形飛機呢 好吧 那好像沒有隱形飛機欸 看起來應該是 找不到那個隱形飛機了 那大家覺得世界上 真的會有隱形飛機嗎 我個人是偏 比較相信會有 都是看那種科幻電影啊 感覺 現代科技應該會有 或是我是比較相信 外星人那一派 我覺得世界上一定會有 那種高等生物 第一個呢 我給它9分 因為呢 我是相信會有隱形飛機 但是剛剛Google地圖找不到 不知道正確的問到在哪裡 那大家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下一個呢 資料來源呢 也是來自於Earth 澳洲呢好像有隱藏一些神秘的圖案 跟一些文字 3 2 1 澳洲隱藏著什麼呢 這感覺是很多黃黃 感覺有點 都是那種比較荒涼的地方 然後沒有樹 然後有一個 這是什麼啊 這是半圓形的東西 這是房子嗎 還是 一條一條的 這個 為什麼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 大家知道那種洞穴裡面 不是會有發現那種像新聞 是會有人這樣 以前的人 刻在上面那些東西 什麼啊 還是什麼 而且它有一些那種 一條一條 你這樣有點像是蟲嗎 還是什麼 像是Google看得到 這個蟲超大 巨大 這半圓形的是什麼東西啊 這真的在澳洲嗎 這是 超級大的 這是什麼啊 應該會是外星人的遺跡吧 像是那個外星船對不對 然後它外星船下面 不是會有那些 氣嗎 感覺好像是它那個下面的樣子 就是很多燈啊 很多那種不同的高科技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找到澳洲 大家有去過澳洲嗎 澳洲墨爾本 真的是很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好我們走到澳洲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剛剛的地方 而且我記得澳洲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粉紅海 還是粉紅湖啊 因為去過了可以下上嘉義喔 欸 找不到剛剛的地方欸 是這裡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找到了 是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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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覺得 欸我覺得這個 有密集恐慌的人 可能要珍珠觀看喔 有點 這跟剛剛那個好像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很類似 因為剛剛的是 它上面好像還有一些什麼 像型文字 但是看起來是乾掉的殼 或是岩壁之類的 欸大家覺得看起來像嗎 下方留言告訴我 欸好像找不到的地方欸 你看它也是就是有那種一格一格 可是它這個是有點好像分開 還說它已經分開了 好 沒有找到 大家如果知道正確位置的話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我們可以再拍一集 這個呢我給它發分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呢就是 真的很像是一些外星生物留下來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文字 或者是他們可能在那邊想要製造一些什麼圖案這樣子 所以我給它發分 好接下來呢 是在我們台灣 而且呢 是在可能大家每天上班上學都會經過的捷運 在叫做 市政府捷運站附近 我們來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3 2 1 台灣 然後有人說這個畫面很震撼 我自己都還沒看過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市政府捷運站也是我常常會去的地方 欸市政府捷運站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欸這個大樓啊 對對對 為什麼都是演 哇這 這是 太誇張了吧 車禍嗎 還是 欸為什麼看到外星人啊 這是 這是 星際大戰喔 對啊 這些都是平常會看到的大樓啊 後面還有火 上面有飛碟 感覺 感覺上面有外星人爬爬爬爬去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下面有 欸有一個女生這樣子 被外星人攻擊的市政府捷運站 太誇張了吧 好我們先來看看 Google地圖可不可以找得到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靠在市政府捷運站這邊 然後呢 他好像是要用那個 欸對是這個圖層 看一下 然後我記得那個大樓 他剛剛上面有兩個圈圈 欸對這裡 兩個圈圈 這裡喔 然後他剛剛放下來對不對 好我們來把小黃人放下來 這裡吧 有 欸沒有啊 沒有啊 那剛剛那個人獸 啊在這裡 保存人獸 成就您的想望 歡迎來找我們業配喔 好 好下面去了 那剛剛那些東西呢 怎麼不見了 還是它是不同的點啊 我們來看一下 外星人在哪裡 這邊有個點 欸這邊不是 欸這邊很多點欸 但可能都是那種街景而已 怎麼沒有剛剛那個 外星人 欸為什麼沒有啊 他剛剛不是 不是這兩個點嗎 他放下去 他就跑出來了 沒有欸 好 那今天這個也沒有找到 好剛剛那個市政府的Google地圖呢 我給他五分吧 因為沒有找到 但是原本的影片 真的看起來是蠻震撼的 而且蠻可怕的這樣 好那大家看完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呢 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看完三個Google地圖啦 第一個呢 是美國的引擎飛機 第二個呢 是澳洲隱藏的神秘圖案 第三個呢 是台灣的市政府捷運站的外星人 如果你有知道 其他更特別的Google地圖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就會拍成一集 然後把這一集一直拍拍下去 拍到一百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我是雞腿姐姐 CODD 好下一集就會有雞腿囉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託你 快拒絕我 就讓我失心 拜託你 不再追求 那麼死心 踏地 把所有好的壞的都刪掉 It's time to let you go 拜託你 快拒絕我 就讓我失心 我都裝的不在乎 其實很不安 常著對你的愛慕 我說不出 那你有什麼事 我或是想要你 你不想要你 我不是想要你